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在高雄的阳光下 长老舍和狮子会相伴 一起互换健康的心 实行学习让梦想展翅 翱翔 课本上的成绩压力紧紧追 父母的希望如意随心 同水间的比较让心灵不安 担心自己学也追不上了光环 当我们要找寻心中的平衡 放松一下给自己一点空间 鼓励彼此 携手共读 在学习的路上我们不孤独 在高雄的阳光下 长老舍和狮子会相伴 一起互换健康的心 实行学习让梦想展翅 翱翔 课本上的成绩压力紧紧追 父母的期望如意随心 同水间的比较让心灵不安 担心自己学也追不上了光环 当我们要找寻心中的平衡 放松一下给自己一点空间 鼓励彼此 携手共读 在学习的路上我们不孤独 完整调查解释了真相 想念的教练已不再隐藏 心血的波动需要懂得的人 来分享你只是让心灵心装 适应大力学会计较 健康心理不再有焦躁 面对未来勇敢追求 自信的心让我们更自由 Woo 让我们一起努力建立信任的舞台 父母的支持是孩子的力量 开放的对话共同成长 让青少年的心里 永远不会迷航 在高雄的阳光下 长老舌和狮子会相伴 一起呼唤健康的心 实情垂涎让梦想展翅 课本上的成绩压力紧紧追 父母的期望如影随形 同学真的比较让心灵不安 担心自己学也追不上那光环 原美的孩子多能自在无忧 在学习的旅途上 骄傲到自我 心疼心灵 实行学习 未来的路上 我们永远同行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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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我们鹊汉美党的两位一起过来 欢迎 然後總监副总监 還有分居主席 还有我们今天的房大校长主持人 谢谢大家 那也欢迎各位师友们 一起來参与 和我们的记者媒体朋友们 谢谢你们 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一个 报告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时间 就我来针对我们高雄地区 青少年的学业压力调查 来进行一个成果的一个报告 那我们这一个调查报告的对象群是 就是高中地区的一个青少年的部分 那我们调查时间是今年的1月到6月 我们进入到校园 然后进行校园讲座之后 回收学生的一个问卷的部分 那我们目前回收21所学校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报告 那我们回收的问卷数 国小跟国中为这两个主要的一个对象 那有效的问卷数是459份 那接下来就针对我们的一个问卷调查的一个报告的部分 跟大家做说明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的问卷里头总共有12个题项 那我会针对每一个题项的部分的结果来跟各位做报告 第一体是有关于学生对于自己的一个学业成绩很要求的部分 那非常符合占20% 还算符合占56% 也就是有76%以上的学生 他对于自己的科业成绩是要求的 这个是属于自我要求的部分 那第二题的部分是 家人对于我的学业成绩很要求 非常符合占30% 还算符合占45% 那就是符合的部分总共占了75% 就是家人对于我学业成绩很要求占75% 那第三题是 我会担心我的学业达不到父母的期望 非常符合占32% 那还算符合占38% 也就是说大概有七成以上的学生会担心自己的学业达不到父母的期待 那我们再进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发现 其实这两个题项是有达到显著的 什么叫达到显著 就是说这两个题项是有相关的 就是说家人对成绩要求越高的话 学生会越担心没有办法达到父母的期望 所以其实孩子是很在乎家人对于自己的要求和期待的 那再来第四题的部分是 我会担心自己的学业成绩跟不上其他的同学 非常符合占26% 还算符合占35% 那总共有六成一的学生会担心自己的学业成绩跟不上其他同学 所以这个题项是跟其他同学比较的 那第五题是 我经常因为学业成绩导致情绪低落 焦虑烦胀 非常符合占17% 还算符合占28% 也就是有45%的学生会因为学业成绩来导致他会有些互相的情绪 那我们也针对这个这两个题项再进一步的去做一些深入的一个分析发现 其实这两个题项也是有相关的 也就是说越担心学业成绩跟不上同学 我们的孩子就越容易感到情绪困扰 所以综合刚刚这五个题项我稍微整理了一下部分是说 孩子不管是对于自己的要求的部分 刚刚我们也报告到占了76% 那对于家人对自己的要求也占了75% 那这两个题项部分是对于自己跟别人比较 其实他也会有压力 等于是说我们的孩子面对到科业压力 会面对到三个面向 一个面向是对自己的要求 第二个面向是家人对他的要求 第三个面向可能会跟同学有一些的比较 这些部分这三个面向至少都会造成学生会有一些科业的一个压力的部分 在第六题的部分是 我很满意我现在的在校成绩 非常符合占19% 还算符合占41% 等于有大概六成的学生满意他现在的学业成绩 至少有过半 对他学校的学业成绩还是很满意这样 在第六题 这题我想大家会很关注 如果你有小孩的话 会觉得这题很重要 因为我会主动去读书 不需要他人提醒 这个我想每一个家长 学校老师都很期待我教到的学生 我的孩子是能够主动去读书 我们看一下比较好的结果 非常符合占11% 还算符合占34% 那刚才已经有声音出来了 没有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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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多吗 没有那么多 所以是你有遇到孩子不太想读书是不是 好 ok 但是至少有四成五啦 他会主动去读书 当然主动去读书 可能对家长对老师来讲 有时候他可能觉得我有去读一个小时 就觉得我有读书读很多 但家长可能希望他读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这期待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 沟通上面的一个落差 或者是遇次的冲突 好 在第八题 我在课堂上容易分析 无法专注 非常符合占14% 还算符合占32% 家长起来大概有46%的孩子 在课堂上面会有些分析的一些状况 尤其一天上课 从早到晚 其实说真的 你要每一堂课都非常专心 真的还蛮不容易 蛮需要体力的 在第九题 放学后你还有参加哪些课程呢 我们看一下 没有参加那个课程13% 有参加客户安心班的占34% 学科辅导补习班的部分占34% 还有一些要去参加一些才艺的课程 占13%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所以我们可想而知 学生上学放学之后 他还要去补习 还有安心班还有才艺班 其实他回到家 赶不好都9点10点了 然后还要就是惯息一下 然后剩下多少时间念书 所以其实对孩子来讲 也好像还蛮不容易的 在第十题的部分 你一天 移居睡你的时间 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结果的部分 学生睡了4小时以下 我觉得这几天可能 我们这还是需要关心一下 然后还有5小时以下的 然后6小时以下占11% 7小时以下38% 8小时以上占44% 所以其实如果依美国疾病防治与预防中心 CDC的一个建议 其实他觉得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的睡眠时间 至少要8到12小时 但是我们的学生8小时以上的也还没过半 只有44% 在第十一题的部分 你一天平均读书时间大概有多久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读书的在等于16 所以大家有些人感受 有点差马海牙煩的啦 就是有16的学生 没有就是没有读书的时间 再来是40%是两小时以下 当然也有5小时以上 11% 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如果一天还要 白天去学校念书 那可能又去补习 他又要回家念书5小时 这真的是压力蛮大的 所以这一群可能也是我们张老师要关心的学生 再来最后一题 面对压力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方法来面对 70%会跟家人诉说 其实这个结果出来 我觉得是说还不错 至少我们的孩子愿意跟我们的家人去做一些诉说 当然也会有其他可能看影片 玩这项游戏或户外游玩的部分 但是至少他愿意跟家人诉说 然后遇到压力的时候 其实愿意跟家人说 其实就有机会能够帮忙到 这个孩子 当然其他在4% 然后我就是仔细的去看一下 这百分之四到底是什么 就是可能没有在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可能没有那么多让他们勾携 4%的孩子他们可能就会睡觉 或者他们面对压力的时候 他就不想去想 就不想面对 然后睡觉 然后就是或者是自己一个人掉眼泪 但是我觉得这4%里面 也有一些孩子很不错 他们用了很好的方法 比如说他会自己用书写的 把自己情绪写下来 或者用画画的方式去疏解自己的压力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孩子还不错 就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压力调试的方式 我觉得其实也还不错 然后孩子有一些好的方法去面对自己的压力 所以这个以上12题大概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调查的一个结果 当然面对孩子的一个科业压力的部分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呼吁 就是Brizz的一个科业压力的一个深呼吸的一个呼吁的部分 B就是Balance能够平衡 就Relax 放松 E Encourage 可以鼓励 然后A 適应的部分 T 技巧的部分 H 健康 E Empower 富能的部分 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几个呼吁的部分 Balance 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 孩子在学校跟课业上面 他的兴趣的部分能够有一个平衡 他的兴趣不是因为他要生血需要用到这个兴趣 所以他才努力去学 因为这样孩子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那放松我们希望学校或者是家庭的部分 能够给孩子多一些放松的一个时间跟机会 那鼓励的部分 其实我们刚刚的调查报告 其实也有发现 70%的孩子会想要跟家人去述说 请述他的一些压力的部分 所以其实可见 家人对孩子的一个鼓励跟支持 其实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的一个呼吁 我觉得是家人的一个鼓励跟支持的部分 甚至于学校老师的对孩子一些鼓励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给孩子一些正面的能量 让他更有动力去学习 也更有勇气一点 那适应的部分 A的部分就是能够协助孩子去适应不同的科业 因为学生现在的学习过程当中太多元了 有很多要学习的 很多的面向要学习 其实我们能够看怎样帮助孩子在多元的面向 能够更多的一个适应跟学习 那技巧的部分 T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教导学生有一些压力疏解的一个好的一些方式 就像我刚刚说 也有一些孩子 其实他也有一些好的一些舒压的管道 那有时候是孩子不知道 那我们提供给他 告诉他 让他有机会有不同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技巧的部分 那健康不把学校或者是家庭的部分 学校可以透过心理健康的一个推广 就像我们的校园讲座 进入到校园去做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个推广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说我们能够 加短部分能够多留一下孩子的一些压力 然后让他有机会做一些情绪的一个 疏压 能够给他一些支持的部分 那最后一个部分 赋能的部分是 我们希望可以提升孩子的挫折容忍度 让他在面对一些压力 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 能有更好的一个压力的一个 适应跟调解的能力 所以以上 大概就是我们针对这一次 课业压力的一个调查的一个主题的部分 来进行做一些的呼吁 当然未来 不管是青少年学生 不管是家长 或者是一般的孩子 或者是一般的民众 在生活上面有任何的一个 压力或生活困境的一个适应的部分 其实我们正好是1980、1980的辅导段线 会一直陪伴大家也支持大家 以上是我的讲话 谢谢